除了陕西的白衣战士之外 从今天开始 原厄医疗队的部分队员 也将分批次的撤离 那我们了解到 大概就在十分钟之后 大概在下午四点半左右 从武汉飞往乌鲁木齐的航班 就会起飞 新疆原厄医疗队的 176名医护工作者 踏上了返疆的归途 那现在呢 我们的记者田杰 就在天河机场 去送别这些白衣英雄 我们马上来连线田杰 田杰你好 好的主持人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我们看到有来自 全国的300多只医疗队 共计4万多的医护工作者 一直调令奔赴沙场 从祖国的四面八方 来到湖北来到武汉 和我们本地的 这些医护工作者们一起 共同战斗在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最前线 可以说他们的到来 不仅仅是给我们 带来了医学上的援助 更给我们带来了希望 给当时的湖北 当时的武汉 是打上了一剂强心针 那么在经过了 这些天的努力之后 我们跟他们一起 共同的见证了 火神山雷神山的剑城收治 见证了一座座方舱医院 从无到有 再从有到修 见证了一个一个患者 出院康复出院的好消息 那么今天呢 我们再次的得到了一个好消息 就是我们部分的 原厄的医务工作者们 在岗位上完成了 他们的职责和使命 从今天开始呢 他们将陆续的撤离 回到自己的家乡了 那么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 就是武汉的天河机场 在刚刚呢 我们看到我们身后的这些 医务工作者们呢 是正在登机 那他们呢 是即将登上 从武汉飞往乌鲁木齐的飞机 经过五个小时的航程之后 他们会离开这一座 他们战斗了四十多天的城市 回到自己的故乡 那么我们刚刚也是特意的 挽留了一位 我们的新疆原厄医疗队的护士 想请问一下您 在这一座城市战斗了四十天 现在马上就要离开了 此时此刻心情怎么样呢 心情可以说比较复杂吧 一方面我们知道我们要回家了 回家了非常的高兴 但是另一方面 我们在这里工作了四十多天 我们来的时候 我们以为生活上面会非常的苦 我们带了方便面 带了榨菜 带了很多的衣服 过来了以后 到了武汉以后 我们发现武汉的人民 对我们太好了 在生活上给予我们 无微不至的各种关怀和照顾 让我们能够放下各种的顾虑 投入到我们的抗议战斗中 所以说我觉得这一次的抗议 能够那么顺利的完成 取得阶段性的成果 一方面是我们全国的 一无工作者万众一心 的一个努力的一个成果 还有一方面 还有就是来自于武汉人民 对我们的这个热情厚爱 让我们有无穷的力量 来做好这次工作 谢谢 好像就要离开了 有没有什么想对我们电视机前的 湖北的市民朋友 对武汉的市民朋友说的呢 武汉的朋友们 我们先走一步 我们先回家了 我们等到明年樱花盛开的时候 会来看大家 希望大家身体健康 生活如意 好的谢谢您 也请你们一定要保重自己的身体 不耽误您登机了 谢谢您啊 那么今天呢 和我们的这个新疆的原格医疗队 一起要离开武汉呢 总共的安排是有41支队伍 共计呢 3000多的医护工作者 那么天河机场的情况怎么样呢 我们请武汉天河机场 运行管理中心的这个赵主任 赵主任您好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咱们整体的一个情况 好的 今天是这个原恶医疗队 成绩返程的第一天 到目前为止 计划是21班 有2500多人 通过天河机场 离开武汉 到他们 他们工作的地方 那其实他们来武汉 见到的第一波武汉人 是咱们机场的工作人员 今天要挥别武汉 最后见面的 还是咱们机场的工作人员 我们今天对他们 有没有一些特别的安排呢 对 我们作为机场人 一直都非常的感恩他们 感谢他们 为此 为了让他们的航班 能够顺畅 让他们能够 舒心的离开武汉 我们也做了大量的工作 提前设计了流程 优化了流程 确保他们的航班 能够整点起飞 不受任何限制 其次我们在楼内 大家也可以看到 设立了一些免费的服务台 为每位医护人员 提供了这个精美的伴手礼 同时也提供了热干面 还有周黑鸭 这样具有湖北特色的 一些小吃和食物 然后我们还组织了 大量的志愿者 包括从他们的车辆 进入高速公路 收费站的那一刻起 就进行引领 楼外进行一个欢送 然后楼内的 所有流程的一个引领 包括我们机场 做了这种 专门为他们设计了 一个有纪念意义的 登机牌 登机牌上写着 春天有礼 更灿烂 湖北英明 更美丽 这是表达我们的感恩之心 还有航空师 也做出了一些服务 比如说这个廊行 刚才这个新疆的 就是廊行 廊行的航空师 为所有的医护队员 做他们航班的医护队员 都提供了一个金卡 等等 这些服务很多 我觉得服务再多 都无法完全地表达 我们对他们的感激之情 好的 谢谢赵主任的介绍 也谢谢你们 这一段时间的心情付出 其实千言万语 到最后就是两个字 谢谢 谢谢你们用生命 守护我们的城市 谢谢你们把爱 从祖国的四面八方 带到了武汉 再不久的将来 武汉康复的那一天 我们会摘下口罩 张开双臂 用武汉人的热情 欢迎你们再回来 主持人 好的 谢谢田杰 我们想到几十天前 所有的湖北人民 满怀热泪的迎接飞机落地 那今天呢 我们又心怀感恩的 目送飞机起航 在这我们也祝 今天回家的 所有的白衣战士们 一路平安 明年的这个时候 我们等着你们来看樱花 谢谢大家